跟妹妹吵架 跟妹妹打架 她其实讲不太听 讲话会逼中就起 她不会想要照你的方式去做 偶尔会撒谎 莫名其妙地哭 问她她却不讲 做任何事要叫一遍两遍三遍甚至十遍 她是不是有点过动 就是进不下来 也不知道她到底想要表达什么 Defair孕幼儿童心理发展领域十多年的经验 以及累积了四千多个孩子的教养个案 打造专属教养小帮手教养APP 小的要大的也要 然后大的要小的也要 然后就吵起来 小的哭大的也哭 大的哭小的也哭 就会变得不好控制他们两个情绪 现在最难面对就是两个 同时在的时候 我觉得是目前最大的教养问题 透过手机下载APP 宝宝娃们可以诊断出孩子的行为模式 并且去了解孩子发生这个状况 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教养专家也会给妈妈教养建议 宝宝娃去做到目标的设定 每一天去做到执行 就可以看到孩子每天不一样的紧固 不吃饭一直吃零食 你会帮忙来带老帮到吗 对啊 我觉得我跟爸爸的教养方式有点分歧 因为爸爸比较严格 我本身管理他们两个的方法是比较严厉的 大的有时候会从他的眼神 看得出来他非常恐慌 在外面都会常常跟爸爸有一些争执 为了他们的事情 想要带他们好好出去玩玩 可是后来就会变成我跟爸爸在吵架 安抚小孩在安抚爸爸 把我说我每次这样出来我觉得好累 我都要安抚你们三个的情绪 我到底是为了什么 所以我希望说我用最好的方法 最适合他的方法来 陪伴他成长 我跟爸爸讲说他现在还小 所以长大应该就会改变 但是我希望在现阶段我也希望他们可以听话 只有带一个还好 可是有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很辛苦 而且姐姐会有点退化的状态 妹妹这样不听话 她还故意这样不听话 其实他自己一个人可以表现得很好 我也希望我自己能改变 就是在了解他的个性之后 对他的教养方法有改善 不要说永远都是用这种权威式的管教他 最好是用讲的就可以听 你可以用哭的吗 用抢的吗 不可以哦 有在吃 知道吗 在哭对不对 有没有在哭 我抱起来 有吗 给你看你就不哭了对不对 好 那我抱你看好不好 不哭了哦 答应我哦 好 起 好 安美跟安波的跳氧实测30天已经到咯 我们一起来验收成果 使用完跳氧30天之后 有看到小朋友什么样子的改变吗 比较好一点 之前真的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可是现在就是 我跟小孩之间都比较不会有冲突 自己的情绪其实也可以 比较不会那么容易理智线断掉 自己去尝试他 可能以前不会 或是以前不敢做的事 他比较敢 真的比较明显比较长大 以前就是不做 不碰 不敢做的事就叫爸爸叫妈妈 跳氧的那个APP 让我就是对他比较多一点的耐心 多给他一些时间 缓和他的情绪 就是那个反抗情绪没有那么大 小朋友其实可能需要我三分的耐心 可是我只给他一分的耐心 可是我慢慢的变成两分之后 诶 我开始发现他的反抗就变短了 他可以跟我表达他想要做什么事 我交易洗澡 他说我可以先把字写完吗 他会不会比较敢跟我沟通 比较想表达他自己的意见 跟他的想法 这段日子他可能真的是长大 现在有比较好 我觉得还蛮有用的 下班回来其实就是 跟就是陀螺一样 这段时间就很压缩 要赶他们做很多事情 然后他们又会有时候比较不受控制嘛 两个又会吵架干嘛的 其实很累 他对小朋友的分析可能是真的还蛮准的 至少我做的 他给我的这几个建议 我做起来是还蛮有效果的 我自己也自觉 自己的教育方法可能是有点问题 看他的问题在哪里 也看我自己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大家调试嘛 互相调试看看 很神奇 其实时间点是这个东西对我来讲 就是改变还蛮大的 就是慢慢来 然后给他们多一点时间 不要把自己逼太紧 也不要把他们逼太紧 其实我觉得教养是真的很难啦 我这一次用完之后 觉得最大的感觉就是 我跟爸爸 我们两个人 对于教小孩的方式 认知上可能要重新的调整 我觉得 应该是我们要学到比较多东西 我就觉得 我真的不是一个 是一个不及格的爸爸 就是什么都是用 权威式的教育这样 因为我本身我爸爸就是权威式 所以我可能也是习惯这样对他们 他最近慢慢改变啦 用以前的方式 然后都一直在一个恶性循环里面 如果有透过这种系统方式 我会去想到说 诶 这个情况 他有给我一个解决的方案 试试看他用这方式 可不可以让他有一些改变 那个分析虽然不可能说是百分之百准确 但是我看见他百真八九十是对的 我看起来真的是蛮像他的客人系统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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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